大家好 我是立安 今天来做广式香肠 买一块猪的肚皮上的肉 五花肉不带皮的 超市上面都有卖 这是我今天早上买的 3块9毛9一半 我买了这一个 整个一块 一共是45块7毛7分钱 因为这个就比较肥了 我的那个 做香肠的配方 我是希望在 30%到40%的肥肉 所以这个就嫌的太肥了 那我再买了一块瘦肉 在美国 在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肥肉和瘦肉 一般不在一起买 所以要买两块 所以买了一块瘦肉 这个瘦肉就比较便宜了 看的吧 1块9毛9一半 这块肉一共13块 将近是4块钱 这个我就把现在 我就把这个两个肉 拆开来洗干净来 然后切成 那个大概这个 一英寸 乘一英寸的那个 这个小块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香肠 现在我这里呢 是已经切好了的 1300克的那个 猪的 猪的那个肚皮上的肉 这个肉呢 大概是50%的肥 那么我这样的话 我再加700克的这个纯瘦肉 这样的话 一共2000克的肉 里面是 肥肉大概是37.5% 那个样子 现在我把它全部切完了 这一包 长衣 是我在亚马逊上买来的 大概10块钱多一点 那个这一包的长衣 可以塞25磅的肉进去 我拿了两根出来 这个长衣是一根好长的 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里面就是这样的 它是用盐保护起来的 所以不会坏 我就是把这样的放到冰箱里面 看看吧 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我出来用的时候 我就在水里面泡几分钟 就好了 把盐洗掉 好了 我现在所有的原材料 就是添加剂 都在这里了 我告诉大家 我用了一些什么 这个是 2000克的 37.5% 的那个肥肉的 那个 这个切好的肉馅 那么这个是 60克的生抽 这个是22克的盐 我用的是 就是这个 专门是 不加任何添加剂的盐 就是 英文叫 pickle salt 就是专门是 纯的盐 不是加了什么 点的呀 什么东西 就是纯盐 就是腌制东西用的盐 专门 这里22克 60克的糖 就是一般的白砂糖 这一碗是 酒 这个酒 我是自己调配的 就是一半一半 一半我们 日常用的喝的红酒 那么再有一半的酒了 那个红酒大概是 14%的酒精 我在酒的商店买了一个 这个 95% 酒精的 喝的 这个酒精 我都不相信 都会有这样的东西卖 有这种酒卖 所以我买了一瓶这样的 这个大概是 这个里面是30克 这个酒 30克 我们平常饮用的红酒 就这样调起来 这个的酒精 大概是 7% 大概有60% 就是这么高酒的 高度的 那么我把这个加进去 按照很多的那个做香肠的厂价 他们要加红曲的 加红曲以后是 干了以后 就非常漂亮 那个香肠 可是我没有红曲 我们 我们这里买不到这个红曲 所以我就用这个梅豆腐的 红芙乳 里面的汤汁 我加了 我把里面的汤汁加上去 我估计里面有20毫升左右 我就把它全部加进去 好了 这样的话我就拌 拌匀了以后 我放一层塑料薄膜 薄膜在上面以后 我就放在冰箱里面 让它入味 我现在是快到傍晚了 那个下午快到傍晚的时候 明天早上我一大早 我就可以开始 可以开始塞香肠了 现在可以看一看 全部 所有的原材料都在里面了 看上去 闻起来特别的香 现在就可以闻得出来酒香 酒香的味道 这样的话 我腌制一个晚上 明天可以塞香肠 下面我再向大家展示一下 我这个长衣是什么套上去的 这是我的长衣 把这个套上去 就这样轻轻的往上推 然后把整个的长衣都推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口上去 看吧 我大概算了一下 这个我把这个长衣套上来 大概就花了三分四分钟那个样子 这样就套完了 套完的样子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长衣全部在上面了 那么这个下面我就用绳子把它绑起来 你也可以自己用长子打个结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以前打结的有爆掉过的历史 就是肉从那边爆出来了 因为那个长衣比较软 知道吧 不容易打结 所以我就这样 就是个这样的 然后我就从这边开始塞肉 一边塞肉的话 这个长衣就一直慢慢出来了 就形成了一个长的 冬天 从十一月份开始 一般从十月份 十月底开始就比较冷了 冷了以后 到了十二月到二月 这三个月 外面就是冰天雪地的 那么你做了肠子以后 放到外面的话 就整个就冻成了一个肉条了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让它厚熟 因为这个肠子还有一个厚熟的阶段才好吃 为什么要腌 为什么要晒 就是一个这个厚熟的过程 这个味道才会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做了 就没有这个厚 没有办法这个厚熟了 因为什么都冻起来了 我就敢在这个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的时候做 十一月份的话 只要的那个 那个外面的气温不超过摄氏十四度 十度的话 一般的都是可以的 人家有看了有专家 大家就建议这个 就是十度以下才能做 摄氏 那么就是 我就赶在这个大概在十度这个样子 赶快把它做完来 做完来的话 我就 就我以后 我要吃的话 我就随时随地 我可以把它放到车库里面 我什么时候吃 就去 就割一段来吃 整一整 或者做成那个各种各样的菜肴 这样吃的话就比较好 那冬天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冬天就全都是冻肉了 那没有什么吃的了 就 好吧 我就展示到这里 等一下我搞完以后 整个跟大家照个像 看一看 就是这样的 然后 那中间你可以看到有气泡 因为那个我切的是肉块 一块一块之间 会有带有那个气体 塞进去 到时候用枕把这些东西挑破来 然后就 就绑成一段一段的 出去晒就行了 这个香肠做好了以后 就用一根缝衣服的针 把它的气孔 扎破 让气排出来 然后再把它绑好 一接一接绑好来 那就行了 这个就是我 这个有一根 就是其中一根 长度就是搞到这样的 就是搞了这么多 一二三四五六 搞到六节出来 那么我这样的话 这个 这一头 我全部用这个环状的 这样就可以勾住我的那个 那个木架子 看 就这样 可以晒出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